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新任期的首次对华访问行程 习近平和普京一起举行会谈 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举行会谈 预料双方将会就共同关心的多个国际议题交换意见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展开对华访问 这也是他连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展开的首次外访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普京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大约4点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上午11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仪式欢迎普京访华 随后双方展开双边会谈 当地时间5月16号中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正举行大范围的会谈 此次普京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在5月16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次是普京在5月7号宣示就职俄罗斯总统 开启新的六年总统任期后的首次外访 在行前 中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应 新的主持 中华国家始终从国防 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世代人体 共同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的真心 携手维护世界公平正义 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在5月16号至17号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这次对华访问也是 普京开启新的总统任期之后的首次外访 普京也表示 当前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也希望借此访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而今年也是中俄建交75周年 而前苏联也是中国 经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承认其国际地位的国家 我们在过去不断发展两国的关系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俄罗斯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两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也在过去不断地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在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 也进一步的得到深化和拓展 中国两国的友谊和伙伴关系 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尽管现在国际形势极为的复杂 我们在此情况下也会就两国关系 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 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在欧亚经济合作的框架之内 进一步的拓展两国的合作 非常高兴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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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